年后疫情大爆发的春节 大家都是返乡团聚 现在在高雄的部分 不仅有情侣恋 还有娘家的围炉恋 你可以看到这个足迹 是已经跨越了 有高雄 屏东 台中 苗栗 新北五个县市 但是我们来看到 两条感染链在疫调发现之后 居然是有亲属关心 您看到在高雄这边部分 这四个姐妹带着爸妈 总共十个人出游 现在整个跨县市的群组 在家族里头五个人染疫 您看到红色的部分 是染疫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是没有染疫 现在包含了高雄的阿姨 跟表妹确诊 那么新北市的亲友街道通知 筛检之后染疫 他们包含了在高雄 还有来到台中 来到苗栗 最后再回到岗山的娘家 所以包含了有找朋友 有群聚等等等等 专家质疑说两条感染链 现在都有共通性 就是什么呢 地点都是在高雄 因此也怀疑说高雄 很可能是有新的感染源 甚至就这么一路 扩散到其他县市 10号晚上9点多 大树驱公所外 民众大白长龙 甚至到深夜才筛检完 大伙人全泪滩了 这都是因为高雄 情侣链疫情燃烧 通知当地居民扩大筛检 不仅情侣链 娘家围如链 更是跨越五县市范围之广 原来岗山五姐妹 四姐年后十号确诊 列为指标性个案 医疗发现五号 她在岗山区娘家围如 住屏东潮州 担任复健科诊所医师的三姐 带着一对儿女 回来也都确诊 但三姐诊所病患接触多 紧急匡例217人 而二号到四号 她也跟爸妈和大姐一家 到台中苗里跑透透 最后大姐一对儿女也染疫 总共六人确诊 跨越五县市足迹多到不行 两条感染链感染源都不明 但新北市政府点出细节 亲女链大表哥 传染给友人的女友和母亲 但疫调却通知 娘家围如链 住在新北市大姐确诊的儿女 高雄的阿姨表妹染疫 难不成是家族相互传染吗 怀疑感染源就在当地 再加上高雄港链疫情区换 也质疑可能是新的传播链 要民众提高警觉 记得你有没有王叔 SNS小组高雄的 现在你看到住在高平 新北的五姐妹家族 在过年旅游导致六个确诊 那么这个家族总共十个人 他们在大年初的当天 先到了台中市租车吃饭 也就是2月2号 接着到苗栗玩 待了三天 跨足了七个乡镇 到初四再回到台中还车 好 我可以看到这一路 最后回到高雄 神灾人医师表示 现在这个群聚 可能已经向外来扩散了 除了高雄之外 现在包含了他们去了几个县市 台中市府跟苗栗县府 现在都紧急已经增设了快筛战 要提供刚刚提到这几个地点的民众 如果足迹有重叠 赶快赶快要来裁检 但是确认者其实在6号 7号出现症状 所以把这个时间往回推的话 传染期恐怕就是在过年的旅游期间 一大早快筛战前 不少民众排队等待 气氛紧张 主高平心北的五姐妹家庭 造成6人确诊 过年期间前往苗栗旅游 民众担心足迹重叠 县府紧急设置快筛战裁检 至于台中也同样有足迹 台中海线紧急开了三个快筛战 全因为南来北往的大家族总共10人 年初二到台中高铁租车先到无期 共有6个足迹 下午开车到苗栗 跨足7个乡镇16个景点 直到年初四回台中还车 可怕的是几名确诊者 在台中苗栗一带啪啪燥 一口气完了三天 陆续在6号 7号出现症状 就一确诊 退估传染期恐怕从2月3号开始 也就是过年大完的那几天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造册507人 已经请各医院加快残检 今天早上目前到现在大概10多位民众 那我们有做好动线的区隔 过年期间确诊者家族旅游 搞得全台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彭志明 许玉文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苗栗采访报道 好 最近消息看到在新北高平家族群聚 五姐妹带了家人回屏东娘家聚餐之后 造成是有六个人确诊 当中五个人过年期间还到了台中 来租车走春 台中市卫生局紧急裁检 接触者61个人 包含了拉面店的员工 顾客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 目前在61个人裁检出炉 都是阴性 这是最新消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确诊的状况 这个沈正南医师也说了 很可能都是高雄的传播链往外 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 那么现在在台南 台南的北区有一间私立中学 2月初举办三天的东陵活动 在2月7号到2月9号 这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他住在高雄 那么这个小队府这位学生 他跟父母亲 经过了筛检之后都确诊 现在他的CT值只有16 他在这边担任工作人员 所以校方担心 这小学生 这个小队府 他来这边跟小学生 是很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现在也已经 匡列了100多位的学童 同时学校暂停 在2月11 12是全面停课 在14号才会来恢复 正常的一个开馆 在现在包含了这个小队府 他可能来跟学生有些接触 所以也已经做了这样的 匡列处理 校图人员进到高中体育场里 紧急大清销 明明是开学日台南某私立高中 一位师生都没有 2月初举办东立营 其中一名小队府就是确诊者 其中的队府老师 居住在隔壁县市 采检的结果出来了 是阳性 然后CT值大概只有16点多 高雄十多岁女高中生3号出现喉咙痛症状 9号得知高雄亲友确诊 全家人前往医院裁检 结果为阳性 一家三口全确诊 令人担心的是 这名女高中生7号到9号 从高雄到台南参加营队 接触每打疫苗的国小生 最可怕的是女学生回高雄三天搭乘 驱肩车通勤 接触人数多恐怕成了 未爆弹 如果你曾搭乘下列台铁驱肩车 扳次请期待身份证到永康卫生所 领取居家快塞 因为有两名女童接触女高中生 千府匡列6人预防性停课 全校大清销 开学日却爆发确诊足迹 家长们好紧张 就怕学生到学校上课群聚 传染风险高 加上国小生没打疫苗就怕疫情 攻破校园 接着赖冠章 张中华 台南屏东报道 好 现在南台湾确实疫情紧张 包含了屏东在昨天新增三例的确诊个案 紧急设立潮州社区筛检站 一大早有上百位的民众都来裁检 希望能够阻挡传播链的散布 当中有位潮州的陈小姐就抱怨了 她说婆婆曾经来到潮容诊所看诊 好 就是在这边因为呢 在这边有工作人确诊 所以她抱怨说她的婆婆被送到了防疫旅馆来隔离 因为她来抗诊 所以被匡列 但是她的公公是同住家人 没有筛检 没有匡列 她认为说这个政策是不是太有问题 又够烂 潮州社区筛检站 一大早人潮爆满 10号屏东新增三名确诊个案 足迹横跨南北全台 疫情垮烧 人性惶惶 足迹 足迹重点 婆婆有去诊所啦 然后就住一起 所以就还是一方万一 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人潮还陆陆续续再见了 高雄娘家围炉恋 以及情侣传播恋 感染源不明 足迹跨籍五线市 潮州紧急设立筛检站 就有一名妇人 因为到潮容诊所被狂烈 但家人却没筛检 政策聪明化封开 我们该怎么做 外交杂都没 陈小姐婆婆也要闪到 5号到诊所看诊 因为足迹重叠 紧急狂烈 到防疫旅馆才知道要自费 迟迟等不到筛检结果 但公公身为同住家人 没狂烈 想裁检也被拒绝 让陈小姐觉得政策有够烂 我们配合政府 就要自己扶担 另外一路进来的东西 却要国人自己去 承担这些问题 陈小姐打给1922 又向1999求救 最后打给卫生锁 绕了好带一圈都没下文 南台湾疫情狂烧 中央地方政策不下洒 民众深陷疫情危机 还不知道该如何求助 实在好无奈 谢谢张春华 林一荣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林一辈子 请不吝点赞 林一辈子